你绝对不会知道 孩子独自在家有多危险 冒烟的电运动 燃起的煤气灶 满地的安眠药 随时爆炸的热水器 尽管是在家里 但处处都充满了危险 三岁的皮糊从睡梦中醒来 一旁的妈妈还在睡觉 她喊了几声 妈妈却没有反应 于是下楼寻找爸爸 却不见她的身影 她来到门前想要开门 但个子太矮勾不着把手 晨暴已经被人送来 她拿起来想给妈妈送去 去听见了水声 原来厨房的水龙头没关 董事的皮糊搬来凳子 想把水龙头关上 可不管怎么努力就是够不着 于是索性挽起了水 可让人揪心的是 水槽下面放着插板 一旦水槽里的水一出来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皮糊来到卧室 见妈妈依然没醒 于是打开电视 调到妈妈爱看的节目 试图唤醒沉睡的妈妈 可妈妈还是一动不动 她不知道妈妈今天为什么不理自己 于是害怕地哭了起来 皮糊用力推着妈妈 这时妈妈手里的药瓶掉了下来 安眠药洒了一地 原来妈妈早已服下安眠药自杀了 可皮糊并不知道什么是死亡 她捡起药丸 问妈妈自己能不能吃 恰巧此时手机铃声响起 打断了她的动作 望着书柜上的手机 皮糊搬来凳子站在上面 好不容易拿到手机接通电话 却不小心掉到书柜底下 手机里传出爸爸的声音 皮糊努力伸手去够 但无奈胳膊实在太短 爸爸还在那头不断呼喊着妻子 她忘记拔掉电运动 所以打来电话确认 见妻子没有回应 于是简单哄了红女儿后 就挂断了电话 随后皮糊来到化妆台 玩起了化妆游戏 镜子上写着妈妈的遗言 夫妻感情不合 丈夫家暴出轨 但皮糊却看不懂这些 她只是单纯地觉得妈妈在睡觉 一旁的运斗开始冒烟 好奇的皮糊上前查看 接着就要伸手去摸 可下一秒就被烫得哭起来了 受伤的她爬到妈妈的身上 想要寻求妈妈的安慰 可妈妈却怎么也不搭理她 兴许是哭累了 皮糊就这样睡着了 一个三岁女孩被困在家 床上的妈妈服毒自杀了 你能想象她要面临多少危险吗 躺在妈妈身上的皮糊恶心了 她来到厨房翻出面饼 点燃煤气灶直接丢了上去 这下子面饼就成了锅巴 望着灶台上燃烧的火焰 皮糊想用嘴吹灭她 可怎么努力也吹不灭 她只能选择放弃 接着找到冰箱里的蛋糕 一顿饱餐过后 她竟然爬到冰箱里面 却一不小心关上了冰箱门 皮糊开始不断挣扎 黑暗和寒冷不断向她袭来 摇晃的冰箱也让人担心不已 终于冰箱门还是被拆开 果酱皮也碎了一颗 皮糊没能逃过甜食的诱惑 她把果酱粘在面包上开始享用 突然想起妈妈还没吃东西 于是给妈妈拿去面包 可妈妈依旧没有醒来 此时水槽里的水开始溢出 电话再次响起 爸爸想确认运斗是否关闭 皮糊只是说妈妈还在睡觉 见妻子还没回应 她只能在电话里不停道歉 随后就被人催促挂断了 无聊的皮糊挽起了玩具电话 但电话线缠在桌腿上 随着皮糊的跑动 电运斗也跟着倒下 接着冒出阵阵白烟 但皮糊并没有意识放不起 她还沉浸在少儿堂道中 正看得起镜头 电视突然黑屏了 皮糊绕到电视后面查看 各种电线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 她伸出手指从插孔上滑过 只看得人揪心 电视依旧没有反应 皮糊想要按下开关 好在敲门声响起 打断了皮糊 门外的邻居在抱怨停电 原来是电运斗起火短路 导致电路跳闸 玩累的皮糊就这样趴在地上睡着了 但不久后就被一阵警报声吵醒 她走过去查看 热水器由于长时间工作爆炸了 皮糊被吓得大哭起来 原来是保安恢复了宫殿 卧室里运斗又开始冒烟 厨房的水在继续流着 灶头上的火焰也还在燃烧 妈妈还是没有醒来 这时小朋友们的嬉戏声 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于是她来到阳台向下张望 大声呼喊着小伙伴的名字 还把自己最喜欢的娃娃拿给他们看 可娃娃却不小心掉到了外侧围栏上 皮糊想要伸手捡回来 却怎么也够不着 反而把娃娃踢了下去 于是她爬上了栏杆 接着越爬越高 三岁的女孩竟然爬到栏杆上 每个动作都是在和死神擦身而过 床上的妈妈扶下安眠要自杀了 就在皮糊双脚即将悬空时 隔壁的热心邻居及时发现 她慢慢安抚好皮糊 让她一点一点慢慢爬了下来 爸爸的电话再次打来 她问妈妈在干嘛 皮糊告诉她妈妈还在睡觉 爸爸说自己明天就回来 丝毫没察觉到妻子的异常 接着赶着开会就挂断了电话 此时手机提示电量不足 可小孩子哪管得到这些 打开游戏就玩了起来 没一会儿皮糊又饿了 她掰着妈妈的脚趾说要喝奶 可妈妈还是没有反应 她看到一旁的清洁剂 瓶子里的白色液体像挤了牛奶 于是拿来奶瓶想要挡进去 好在没拿纹打翻了瓶子 这才逃过一劫 皮肤再次来到楼下 此时地面上满是积水 厨房里还放着裸露的茶板 她光着脚一步步躺过雷区 找到吃剩的蛋糕 而地上的积水终于引起了邻居的注意 她找来保安敲门查看 可还没等到皮肤过去硬门 保安就误以为家里没人走 皮肤又端着蛋糕想和妈妈分享 这时爸爸再次打来电话 她问皮肤妈妈在干嘛 皮肤只是嘴里不断重复着 妈妈在睡觉 妈妈在睡觉 爸爸终于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赶紧掉头去机场 担心女儿发生意外 她让皮肤不要挂电话 并且一路给她讲故事 可手机偏偏发生了故障 电话就这样被挂断了 皮肤来到妈妈的身边 她拉着妈妈的手 想让她陪自己玩 可床上的妈妈还是一动不动 很快地上的安眠药 引起了皮肤的注意 她捡起一颗问妈妈 能不能吃这个 见妈妈没有回应 以为她默许了 于是就把安眠药放进了嘴里 接着两片三片四片 谁也不知道她吃了多少颗 很快安眠药的药笑起来 皮肤只感觉眼皮十分沉重 这时爸爸的电话再次打来 但这一次她已经没有力气去接了 晚上爸爸终于赶到了家里 房间到处都充满了浓烟 厨房的墙面也早被熏得焦黑 她赶紧跑到卧室 却看到床上的妻子已经没了呼吸 她不断呼喊女儿的名字 这时微弱的声音从床底传来 原来皮肤正在搭着寂寞 她对爸爸说自己造了一个美丽的家 可黑暗中还是响起了爸爸的惨叫声 电影也到此结束 让人痛心的是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有人说皮肤还活着 也有人说是爸爸的幻觉 小皮肤几次徘徊在生死边缘 我相信大家都有撕碎屏幕冲进去救她的冲动 可我们也要通过影片看到 导致悲剧的发生还是夫妻间的矛盾 丈夫的家暴出轨 让妻子也失去了活下去的念头 最终导致了皮肤的惨剧发生 所以夫妻之间的忠诚与和睦 是家庭稳定的因素 也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们 都能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陪你看变好电影